如果说白令海捕鱼,深井挖矿 印度的拆船工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 那么在航母上工作同样伴随着危险 又是工作环境最艰苦的地方 这个19000平方米的甲板是移动的海上机场 这台战争机器需要5000多人才能运转 接下来就走进美国不时号航空母舰的内部 看看航母上都有哪些部门 弹药又是如何装载 舰载机具体又是怎样弹射起飞 航空母舰是美国军事的强硬力量 十万吨级的漂浮基地 运载着超过十亿美元的美国海军舰载机 这艘巨型钢铁怪兽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将美国的空军力量输送到世界各地 这个使命驱动着船上的所有工作 航母上有数百种不同的工作 最难的部分就是飞行员的工作 特别是F-18和超级大黄蜂的飞行员 攻击型战斗机的飞行员是海军舰载机的代言人 也是航母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日复一日的升空作战是一项充满高压和紧张的工作 蜷缩在折叠以大小的机舱内几个小时 然后逐渐加大压力 他们的身体要承受十倍于他们体重的压力 每个飞行员都需要随时保持冷静 即便面临最艰难的任务 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决定生死的能力 但是并不是每个工作都具备这种最顶级的魅力 船上只有不到两百人是飞行员 每一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背后 都有成百上千的载边船员 不分男女昼夜工作 使美国的布什号航母能够正常运行 级别最高的船员就是指挥总长湖本菲利普斯 这里所有4500多名海军士兵都认识他 飞行甲板下有18层 菲利普斯每天都会穿梭于这里 检视每层船员的情况 他们包括让这艘航母运转的技术员 让航母保持战斗力的弹药操作员 还有鼓舞士气的船员 指挥总长的角色相当于指导顾问和督导 他的船员们平均年龄只有24岁 菲利普斯努力向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船员传达友情 纪律和自豪感 这些船员可以在看不到自然光的情况下工作数周 在布什号航母上 负责消灭敌人的就是战斗机 飞行员每次进入驾驶舱都希望飞机在试航状态 航母上有一千多名维护人员 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指挥官丽莎·克拉克是这些维护人员的长官 克拉克的职责就是确保所有飞机按时修复好 不耽误飞行任务 他要同时监督大约75架飞机的维护情况 布什号航母每天至少有25次起降 每一次都可能引发机身颠簸 闲时的空气和海水也是威胁 维修人员必须注意零件腐蚀问题 因为这可能会损坏数百万美元的飞机 并危及飞行人员的生命 飞行员的生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机修团队的工作 这些维修人员至少确保 每天有55架飞机做好战斗准备 否则航母可能无法展开任务 为了保证维修 维修人员每周都要去一次补给船 重新补装弹药 食物和史航母能够运行的武器 今天补给舰不仅带来飞机不见 还带来制造炸弹的零件 现在轮到海鹰直升机的飞行员 起掉沉重的货物 海鹰飞行员称之为垂直补给 这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首先他们低空盘旋 距离甲板只有15英尺 接着用飞机下面的吊坠勾住货物吊勾 最后把货物送到布什号的甲板上 后方机组人员会引导飞行员找到正确停放位置进行泄货 当弹药物资通过补给舰运到航母上后 工作人员立即把他们送去甲板下层 飞行甲板下的第七层是布什号航母上保护最严密的区域 这些炸弹零件由航空军械兵负责接收 布利塔·皮肯斯就是其中之一 海军空军部队的每一个武器都存放在航母上的这个弹药库里 这里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军械士 他们穿着彩色衬衫很容易辨认 颜色也不是随意的 穿红色衣服的代表离危险处境只有一步之遥 这些成堆的炸弹也不是预先组装好的 军械士工作中最危险的部分就是需要现场手动组装炸弹 他们必须为当天的演习或实战任务组装好全部炸弹 炸弹有三种大小 可以将地面车辆和地下掩体里的一切移为平地 最小的炸弹组装完为7英尺 重达500磅 最大的大约13英尺 重近2000磅 组装过程必须十分谨慎 曾在1966年10月26日 奥里斯卡尼号航母上的船员在为支持越战而准备武器 甲板下面一名军械士不小心在弹药储藏室里掉落了一枚照明弹 导致安全栓脱落引起爆炸 然后引爆了储藏室的所有炸弹 扑灭大火花费了近10个小时 事故造成三架飞机被摧毁 44人死亡 38人受伤 这是自二战以来最惨烈的航母爆炸事故 50年后 布什号航母上的每一个炮手 都知道奥里斯卡尼上发生的事故 组装一枚炸弹至少需要十名军械士 现在组装的这种GBU-54属于联合制导攻击炸弹 它由GPS或激光锁定目标进行引导 首先军械小组组装弹头 它包含激光导引头 允许炸弹与飞机分离后继续追踪目标 接下来他们插入保险司 安装安全开关 这让炸弹在飞机上保持安全 并使它在受到撞击时爆炸 如果没有这些 一个联合制导攻击炸弹 就只是一块价值2万美元的金属 成功引爆还有赖于最后的尾部套件 这是将炸弹引向目标的必要功能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团队就为任务准备了十个联合制导攻击炸弹 然后把炸弹送到飞行甲板上的四架武器升降机之一 第二组军械兵在顶层工作 他们将数千磅炸弹和导弹装载到等候的战机上 炸弹装载工作压力巨大 一个错误就可能毁掉整个任务 起飞前30分钟飞机已经准备好 迎接飞行员的首次亮相 到此F-18差不多可以起飞了 但飞行员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起飞 执行飞行任务期间甲板上有超过30架飞机和多达300人 同一时间在同一空间工作 如果没有收到15名飞机引导员中任何一人发出的信号 飞行员绝不能妄动一寸 因此忙碌的甲板上充满了危险 有飞机在轰鸣 有快速旋转的装备和悬翼 以及眨眼之间能把人吸进去的飞机引擎 布什号航母正在执行任务 飞行甲板上有多达300人和30架不同类型的飞机试图绕开彼此 监督和指挥整个飞行过程的是航空长卡钦斯基 他和他的团队在舰岛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 这里被称为一级飞行控制 但机上的人把它叫做飞行 或者简称为高塔 听命于航空长卡钦斯基的空军部门的550名船员 也是航母上最大的部门 他们负责飞行操作的每个阶段 有些人在机库工作为飞机作战做准备 超过一半的工作在飞行甲板上进行 卡钦斯基要确保整个庞大的团队像一个单一的精细的部件一样工作 他在每架飞机发射前都预先计划了他们的行动 这就是所谓的甲板定点 具体落实计划则由位于舰岛最低层的飞行甲板来指导 这个团队帮助航空长追踪船上的每一架飞机 带队的是飞行运转员陆军中校特雷西麦基 在作战行动中机库和飞行甲板是船上最繁忙的地方 麦基和他的团队每天要编排两百多场起降 每一次任务都必须做到完美 就算只有一架飞机飞错了位置 都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 他们使用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的感应版方案来追踪飞机 这也是飞行甲板的复制品 小模型代表了飞行甲板和机库的每一架飞机 他们使用螺母和彩色别针来代表飞机起飞所需的信息 这是数字时代仪器的人力劳作 如果飞行控制室里的电脑出现故障 感应版还可以继续工作 起飞前15分钟麦基接到了航空长的电话 该让攻击机排队准备起飞了 此时飞机按照麦基的指示移动 但还需要飞行甲板上的机组人员配合落实行动 他们也是最辛苦和危险的船员 曾在1991年一名船员把一架A6攻击机 拴在航母的弹射器上 他走到飞机的进气口前面被吸了进去 1989年一名T27夜术式教练机飞行员误判着陆 导致自己和其他四名船员死亡 另有17人重伤 同时甲板上的船员还面临着另一项挑战 那就是刺耳的噪音 他们必须使用自己独有的手势语言 来引导布满甲板的飞机 现在飞机引导员发出信号 只是第一架飞机向弹射器移动 他挥动手臂告诉飞行员可以开始 然后飞机引导员把引导权交给另一名黄山人员 他们承担着飞行甲板上最致命的工作之一 那就是射手 三名射手在甲板上负责处罚装置 其中一人在被称为泡泡的弹射器控制站里 这是一个嵌在飞行甲板上的小房间 他让头号射手处于安全的地面有利位置 来指挥团队的其他人 在陆地上飞机通常有4-6000英尺的跑道用于起飞 但在航母上却只有不到400英尺的距离 这就需要飞机有一种产生额外速度的方法 解决方案就是弹射器 当飞机准备发射时 它会滚动到弹射器上 甲板人员将飞机连接到飞机前轮上的拖叶杆上 将飞机固定到位 随着飞机被锁定 弹射器控制站里的人员按下按钮 第一步在弹射器上拉紧 同时升起了一个保命神器喷气偏流板 它们是船员能够躲避燃烧废气的面板 几秒后领头飞行员进行了最后的飞行检查 然后把油门推到100%的战斗动力级别 飞行员最后在向甲板上的机组人员敬礼 告诉他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随后F-18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 从航母甲板飞出 当尼米兹级航母的四台弹射器全部工作时 每30到45秒就能发射一架F-18战斗机 即使发射成功 飞行甲板上和塔台的机组人员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安全地把飞行员带回家 在拥挤漂浮的跑道上降落并不容易 航空长卡钦斯基控制着航母方圆5英里的所有空域 他通过无线电向飞行员下达着陆命令 十架大黄蜂和超级大黄蜂前锋在上空盘旋准备降落 此时甲板上穿白色衣服的着舰信号官负责引导战机 飞行员在这300英尺空间内又一次决定生死 首先飞行员放下尾钩 机尾挂钩的存在是为了抓住横在飞行甲板上的三根阻拦锁中的任意一根 着见信号官要负责引导飞行员成功勾住阻拦锁 曾在1922年美国第一艘航母蓝利号 飞行员滑向木甲板时试图抓到15根阻拦锁只靠眼睛目测 这更多的依靠运气因素 后来有一名聪明的飞行员利用挥舞的布条指挥飞机降落 从此着见信号官诞生了 1955年他们又迎来了一个着陆帮手 那就是光学着陆系统 飞行员称之为肉丸 肉丸是一盏明亮的琥珀灯 只是飞行员是否以正确角度接近 飞行员可以在1.5英里之外看到它 如果琥珀灯与水平横排的绿灯一致 就表示飞行员在正确的位置上 如果它在绿灯下面就表示飞得太低了 如果这盏灯变成红色 就表示可能发生撞击事故 在距离航母9英里的地方 飞行员开始呼叫控制它 将关键信息传到空军部门 当喷气机飞进时 飞机探测器迅速将重量输入阻拦装置 通知甲板下的发动机 给阻拦锁提供多少制动力 15秒后飞行员便靠近航母 由于甲板移动速度太大 着剑指挥官挥手示意飞行员再试一次 飞行员驾驶飞机盘旋一圈后 尝试重新着陆 这次它离得更近 而错过阻拦锁 在这种情况下 它需要全速前进 转头再试一次 通常超过三次尝试着陆 就是极不寻常的 但是并不是勾住阻拦锁 就能成功降落 也需要好的阻拦装置 进行配合才行 2016年一架12鹰眼侦察机 在降落艾森豪威尔号上时 阻拦锁断裂 好在飞行员成功拉起了飞机 但是甲板上有八名船员 被断裂的阻拦锁击倒 造成严重伤害 好在今天他们只用12秒 就停住了这架18吨重的飞机 机组工作人员 需要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重置甲板 准备迎接下一架飞机降落 当所有的战机全部安全返回甲板后 这一天就快结束了 但是明天工作又会重复开始 这就是美国航母上既忙碌 又充满危险的生活